第二 律法对新约的基督徒有何功用呢 这是律法的第三功用 你看问这个问题就像没读书一样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律法的第三功用 对于已经重生的基督徒 已经脱离律法的定罪咒诅的人来说 为了避免我们茫然 为了避免我们不知所措 为了避免我们懈怠 上帝赐律法 指明我们当走的路 当行的路 律法时常教导我们 规劝我们 提醒我们 鞭策我们 前面我们说的律法是镜子 律法是配头 这个是律法是指向标或者是鞭子 老师的教编最恰的 教编一是指往这看 第二 不老师就敲我们下 激励我们做正确的事情 所以基督徒要学习律法 但是不要掉入到律法主义 靠着律法得救又重新在基督的恩典当中堕落 你们若受割离律法的要求 就与基督的恩典无分了 所以律法如何去用 正确的用 第三功用 加尔文牧师特别强调律法的第三功用 第三功用也是律法原本的固有的功用 固有的意图 真正的目的 就是让我们明白神的义 然后甘心乐意的去顺从神的义 问题是多路了吗 不能吗 律法原本的目的功用就是这个 所以信了基督以后恢复了 耶利米书33章 以西节书里面 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使我们能够遵行他的律列典章 上帝所曾经吩咐的 因着我们软弱无能遵守的 如今借着新生命重生之后 圣灵的恩典和力量 我们可以活出上帝的要求 当然这是原理上 实际上 但是因为我们还有肉体 在肉身当中 所以一生当中不可能过完美的生活 即便如此 我们要不断的功课 己身教圣父 默想未来 顺从圣灵等等 去竭力的去靠着神的恩典 与基督的联合 实际的去实践律法的教训 所以有人说有圣灵就不可以了吗 这就掉入到神秘主义 无律法主义 有圣灵顺从圣灵就行了 却忽视了圣经的教导 圣经是真 圣灵是真理的灵 圣灵不独自运行 圣灵一定是透过神的话 借着神的话 与神的话一同做工 注意我的表述 透过神的话 借着神的话 与神的话一同做工 灵派 有些极端的灵派的弟兄姐妹 偏差就是 过于看清神的话 过于看重圣灵 本来上帝赐下圣灵 没有那样意图的 圣灵的工作 就是好像圣灵 直接代替了神的话 圣灵直接引导我 举个例子 《以西节书》里面 这个四活物 神的灵在里面 灵在那里转向 轮子就跟着转 那种理想的生活 却忽略了神的话的功用 所以耶稣讲到 我赐你们真理的圣灵 让你们明白真理 圣灵来不是做别的工作 是为我做见证 将我教导你们的话 想起来 圣灵让你们明白 并且帮助你们 引导你们进入 活出真理 赐给你们圣灵的能力 是照着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导他们遵守 那样我就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然后圣灵的恩赐神迹 才伴随着 所以圣灵不是独立做工的 脱离基督的圣灵的工作 脱离真理的圣灵的工作 变成一种神秘的感觉 追随跟着感觉走 却把圣经丢到一边 我原来 我所在的家乡的城市 曾经有一批人 从教会里离开了 抱怨教会这么不熟灵 那么不熟灵 然后他们自己在 郊区一个房子里面 祷告追求读经 很好 因为里面有苦毒 因为里面有骄傲 苦毒和骄傲的人 总去批判别人 当然是建设性的批判 和那种攻击性的批判不一样 然后后来就搞来搞去 他们开始研究启示录 又过了一段时间 听说启示录也不读了 圣经谁读啊 都过时了 上帝直接跟我们讲话 我一听完了 废了 彻底废了 然后再过一段时间 怎么劝都不行 再过一段时间 什么发生 这个道成肉身 传道人 他们的所谓传道人 和年轻的二十岁的姐妹 天天在一块搞嘛 结果怀孕了 又不敢去医院 结果死人了 说这个圣灵感孕 这已经是亵渎 死人了 又放在家里三天 不去下葬 或者不去急救 然后祷告说要从司里佛 总之就是越走越远 所以那些属灵的人 一定要小心 要多读圣经 圣灵的功用 名字就叫真理的圣灵 基督的灵 他不离开基督 不脱离基督 也不脱离真理去做工 圣灵既然启示圣经 告诉他的名字 真理的圣灵 他一定尊重自己 最高尊重圣灵的 都是注重神的话 当然你不至于说 读圣经不祷告 对不对 靠着自己去明白圣经 靠着自己去遵守圣经 那就是另一种骄傲了 对不对 读圣经的人 怎么能不懂圣灵的重要性呢 对不对 读圣经 祈求圣灵光照 开启我们明白圣经 并且求圣灵帮助我们 赐我们力量 管理我们的心思 意念 顺从圣经的教导 去试图 试图 绕图 试图